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拇指加中指的终结 小指自然勾向掌心 也可以这样 右手持剑指 这个剑指干什么用 就是画符来用的 这个是老君诀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剑指练好 做到心道 意道 气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法用到的符字 这个是调理胃痛的符字 一共是三个 这个符字呢 不要去念 丧失什么 丧失以上是什么 不要去念 就是这样来写 这样来画就可以了 我们边念咒语 我们边对患者的腹部画符 用剑指虚化 边默念咒语 这个咒语呢 默念 不要出声 自己可以听到 就可以了 咒语念动的时候 它发出的就是一个声波 你默念的时候 这个声波呢 已经形成 我们以剑指 对患者的腹部呢 来画 虚化这三个符字 调理谢力的时候 用这三个符字 它们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用剑指来画符 同时呢 这个符字谈 也可以画到可实性符指上 画到可实性符指上之后 怎么来用 用中药的木箱煎汤 我们把符画好之后 从下面点燃 缝化到煎好的木箱汤中 让患者浮下 浮下之后 我们再用剑指 对腹部来虚化这个符 它的程序呢 就是这样 我们先来画符 画到符指上 可实性符指 画到符指上之后 把木箱汤煎好 如果说 我来不及捡这个木箱汤 或者手头也没有这个中药 就用手就可以了 用手去画 然后用常温的水就可以 把这个符 缝化进去 最好呢 是这个中药木箱煎汤 把符缝化进去之后 让患者浮下 没有这个木箱汤的 用水代替 用水代替 把这个符 缝到那个 就是把符缝化到这个水中 然后呢 我们呢 用这个剑指 对着患者的腹部啊 来画这个符 画的时候 我们左手老军爵 右手剑指 来对着他的腹部来画啊 每次调理一般 持续在20到30分钟左右 这个呢 是助游啊 对胃痛 泻力的调理方法 大家记好注意啊 能够来 好好的运用 然后呢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符啊 来看一下这个符啊 上十 这边是一个一 上十起 上十 这个是青火鱼 青火鱼 大家来看一下 看清楚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老军爵啊 老军爵 我再来给大家 演示一下啊 老军爵 就是把符名指 压在食指上 老军爵就是把符名指 压在中指上 食指压住 压住这个符名指 食指 然后呢 大拇指掐住 中指的中结 然后小拇指 自然弯曲 自然弯曲 或是勾向掌心 都可以啊 自然弯曲 也可以 勾向掌心 也可以 如果手 搬不过来的 我们练习几天就会了 然后 放于啊 这个手指向上 放于胸前 然后这个手是 剑指 虚化 虚化在患者的腹部 虚化这个符 那也可以把这个符 虚化到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 复制 没有纸笔 虚化到木箱汤中 那如果说连木箱汤 都没有 那我们就虚化到 一杯 啊 常温的 最好是存浸水当中 啊 存浸水当中 就可以了 就会把这些符 都没有 在哪里 就会把这些符 用心 好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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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